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解析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度剖析拜登政府即将推出的惊人禁令 禁止中国和俄罗斯制造的汽车软件及硬件在美国市场的使用 这项举措是基于对国家安全的严重担忧 尤其是在科技迅速发展的背景下 智能汽车的普及带来的数据安全问题不容忽视 美国商务部计划在下周公布这项提案 这将对来自中国的联网及自动驾驶车辆造成重大影响 并可能引发行业内部的广泛争议 许多专家警告 这样的禁令可能限制创新 并使美国在全球技术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同时禁令的具体实施系则仍不明朗 业界对未来的规范和市场走向充满疑虑 随着科技与安全之间的紧张关系日益加剧 这项禁令不仅是对外国威胁的回应 更是美国在全球科技竞争中立场的一次明确表态 这无疑将对全球汽车市场产生深远影响 未来的汽车技术究竟会如何演变 值得我们密切关注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六度解析 本文稿来自JPN Times和CNBC 主要讨论了拜登政府即将出台的一项禁令 禁止使用中国和俄罗斯制造的汽车软件和硬件 这一提议将在下周一由美国商务部公布 旨在解决智能汽车带来的安全问题 接下来我们将对这篇文章进行详细复述 并从不同角度进行深入分析 首先拜登政府计划禁止中国和俄罗斯制造的 与汽车相关的软件和硬件 这项提议主要集中在联网和自动驾驶技术 这些技术虽然在现代交通中变得越来越重要 但也带来了许多安全隐患 特别是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技术 美国政府担心这些技术可能被用于间谍活动 或干扰美国的交通系统 智能汽车不仅能够自动驾驶 还能与其他车辆和基础设施进行通信 提高行车安全性和效率 然而这些技术也隐藏着潜在的安全风险 例如有报道指出 中国科技公司在自动驾驶领域迅速崛起 但在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方面可能存在问题 美国政府担心这些来自中国的技术 可能在关键时刻影响美国的交通系统 因此商务部的官员表示 这项禁令的目的是保护美国的国家安全 确保美国的汽车技术不受外国产品的影响 这一提议不仅针对中国和俄罗斯 也对所有可能对美国安全构成威胁的国家 发出了明确信号 然而这项禁令也引发了一些争议 许多行业专家担心 这样的禁令可能会限制创新 使美国在全球汽车技术竞争中处于劣势 许多汽车制造商和科技公司 依赖于全球供应链 禁令可能导致成本上升 并影响到消费者的选择 此外 这项禁令的具体实施细则仍不明朗 许多企业希望能获得更多指导 以便在遵守新规的同时 继续推动技术创新 商务部表示 将在未来几周内与行业进行更多磋商 以确保这些规则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接下来我们从不同角度 深入分析这项禁令的背景 内容和观点 首先 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 这项禁令无疑是美国对当前全球科技竞争激烈的回应 智能汽车技术的迅速发展 使得数据安全和隐私问题变得尤为重要 美国政府担忧 如果这些技术被不怀好意的外国产品所掌握 可能会对国家安全造成严重威胁 例如 联网车车辆的系统 如果被外国黑客入侵 驾驶者的行驶路线 停车位置等敏感信息可能被窃取 甚至可能被用来进行更大规模的网络攻击 这样的情况不仅威胁到个人隐私安全 也可能对整个社会造成影响 其次 从经济的角度来看 这项禁令可能会对全球汽车市场产生深远的影响 许多汽车制造商和科技公司依赖于全球供应链 这些禁令可能导致成本上升 并影响到消费者的选择 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之一 如果美国对其汽车软件和硬件采取禁令 将不可避免地对全球汽车产业链造成冲击 此外 这项禁令可能会引发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应 进一步加剧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 从科技进步的角度来看 这项禁令可能会限制创新 智能汽车技术的发展需要全球范围内的合作和交流 如果单纯因为安全担忧而禁止使用来自某些国家的技术 可能会阻碍技术进步 许多行业专家担心 这样的禁令可能会使美国在全球汽车技术竞争中处于劣势 毕竟 许多新技术的研发和应用 需要依赖全球范围内的合作与交流 然而 从保护消费者的角度来看 这项禁令也具有其合理性 随着科技的迅速发展 数据安全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 智能汽车不仅能够提供导航 音乐播放等功能 还能收集驾驶者的行驶数据 行为习惯 甚至是个人信息 如果这些数据被不怀好意的外国产品所掌握 可能会对个人隐私和安全造成威胁 通过禁止使用来自某些国家的技术 美国政府希望能够更好的保护消费者的隐私和安全 总结来看 拜登政府即将出台的这项禁令反映了国家安全和科技进步之间的复杂关系 随着智能汽车技术的发展 数据安全和隐私问题将成为未来政策制定的重要考量 这一禁令的出台 无疑将对全球汽车市场产生深远的影响 未来的汽车技术将如何发展 值得我们持续关注 请大家继续收看本节目的深入探索 我们将会为您带来更多关于全球科技动态和政策变化的深度解析 谢谢收看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拜登政府的这项禁令是完全合理的 用以保护美国的国家安全 让我们看看过去的例子 例如2017年的Equifax数据泄露事件 黑客入侵了这个信用报告机构 窃取了将近1.4亿美国人的个人信息 如果这些智能汽车软件被中国或俄罗斯公司掌控 那么他们完全有可能通过这些系统侵入我们的个人生活 甚至是国家基础设施 安全优先 其他事情可以再商量 楚天书 你说的好像所有的科技公司都是黑客一样 你这样一刀切的禁令会让美国的创新停滞不前 你知道吗 在2019年 美国汽车市场的研究报告显示 全球供应链中有多达30%的技术来自中国 如果我们现在切断这些供应链 不仅会让美国汽车制造商处于困境 还会导致消费者面临更高的费用 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能买得起特斯拉 谢奇奇 你难道不知道防患于未然这个词吗 在国际竞争中 我们不能心词手软 看看历史上的罗马帝国 他们的崩溃部分原因 就是对外部威胁的警惕性不够 中国在科技领域的进步是有目共睹的 但我们不能因为他们的成功 而忽视潜在的安全风险 再说 美国有的是天才工程师 他们完全可以自己研发出更安全 更先进的技术 哇 你这种万事靠自己的精神 确实很美国精神 但现实是 创新是需要合作的 你刚才提到的罗马帝国 他们其实也是通过吸纳外来文化和技术 来强化自己的 今天的全球化时代更是如此 美国和中国科技企业的合作 其实是互利共赢的 你这样一静 无异于把美国关进了技术孤岛 再说 我们的车子需要的是行驶流畅 不是冷战思维的铁幕 谢奇奇 我可不想我的爱车 在高速公路上突然被某个外国黑客操控 然后说你好 这是来自中国的问候 看似夸张 但这些事情并非不可能 中国和俄罗斯的企业 在这些智能汽车技术上 有太多的可疑行为 我们不能让这些技术进入美国市场 这是一场现代版的特洛伊木马战争 我们不能让敌人藏在木马里 进入我们的城墙 哈哈 楚天书 你这种特洛伊木马的比喻 真是够生动的 可是 你是否考虑过这样的禁令会引发贸易战 最终伤害的是普通消费者 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美国每年从中国进口价值 约700亿美元的汽车零部件 你要禁掉这些零部件 最后的结果是美国汽车价格飞涨 汽车行业的就业人员很可能面临失业 你是想让普通百姓都去骑自行车吗 思想先驱报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